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簡報的部分 那可能有幾位老師您之前可能剛好上禮拜沒有上哪個老師的課 那所以我稍微再介紹一下OneNote這一塊 那OneNote的部分其實改版部分待會我們再看沒關係 那麼我們OneNote其實比較特殊就在於說現在學習的方法真的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像我早上因為剛好這邊好像喇叭不行 早上剛好在聽那個教育廣播 他最近剛好在介紹這個最愛蒙克斯 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聽過Mox 應該多多少少有對不對 現在學習的方式真的改變了 跟我們以前完全不一樣 現在自主學習的機會多很多 而且資源也多很多 事實上不只台灣大陸的更多 還有美國線上的更多 所以現在就在於說有沒有那個時間 你願不願意花你自己的時間去做學習 那這個部分三十幾分鐘 如果老師有興趣去回去可以稍微聽看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 外套部分 其實我們現在一般上課我相信 其實真的比較好的方式就是課前預習 課堂做練習 課後還可以做複習 但是我們現在大部分都是頂多就是在課堂 老師講課又再加上什麼 又複習 對不對 那同學做練習的時間 所以實際上我們 常常會現在 陷入一個就是一直要改課 或是要教很多 可是同學其實狀態又不好的心情 那利用呢 我們這種所謂的數位學平台 其實可以蠻有效去幫助 就是同學或老師的一些時間 那麼 這裡呢 後面還有一些 就是跟我們所謂的班長學習有關的影片 老師如果你有空的話 也可以再去參考一下 那麼 這裡我就把它挑過 那麼待會呢 我們主要的話 就是 先跟老師還是稍微介紹一下 在OneNote上面 像 這個 應該可以放大 好 沒關係 因為這裡還會有一些FAP 等一下我們再 留著來用 那我們現在呢 第一個 就是說 老師如果要使用OneNote的時候 我們剛剛有看到 您進到這邊來的時候 就這裡 您進來之後 你會發現它有所謂的 單元 特產 跟群組 那這些呢 都是別人的 都是別人的 單元呢 就是我們課程裡面的一個一個的教材 你把它想到就是所謂的教材 那課程本身就好像我們 比如說老師可能是第一冊 部門第一冊 部門第二冊 就是一個學習這樣 或者是一門課 一門課 那群組呢 就是我們班 剛剛有提過班級的概念 那你老師要做班級的一個經營的話 其實在這邊應該會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一般就是高中子或者國中小學這一階段 通常學校基本上比較不會有所謂的數位學習平台 有的話通常都是駕骨提供的 可是駕骨提供好像有一些就覺得還稍微比較陽春一點點 比較陽春一點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邊去找找看 你看其實您到課程這邊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這裡面已經有蠻多人的一些學習資源 不管是高中子、國中小的 甚至大段以上都有 那我自己的其實也整理很多 比如說給您看一下 透過這個方式 在這邊 您到課程 這個就是我自己 我總共建了42個而已 也不算太多 其實跟各位老師報道就是 什麼時候最難? 起步最難 當你一進來全部都是空的時候最難 因為什麼東西都沒有 可是慢慢的您整理起來之後 像我現在資料很多了對不對 我就覺得我上課越來越輕鬆 因為平常整理資料就是有看就順便整理一下 因為one note它還有一個什麼 就是所謂的擴充工具 所謂的這個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比如說老師有看到網路上 怎麼樣跟您教學的內容有關的 您就可以直接把它加進去 加進去 那這樣的話就整理很快 比如說你看像 我在這邊也有整理的所謂的免費設計 素材的資源 那為什麼要這些? 因為可能我在領東 是傳系的 同學很多需要 可是我們大概不會有特別一堂課 特別介紹這個 那這個可能就是成為我上課的小菜 因為我的上課 跟我們平常一樣 幾個主菜之外 還要配個小菜 最好再五菜一堂 對不對 這樣等它學習起來 比較不會覺得說 今天主菜吃太多 好像消化不了 你就可以搭配一些小菜來用 那甚至呢有些時候 我還要搭配一下 就是所謂的 嘗試題 生活嘗試也可以介紹 對不對 那甚至呢 也可以加上什麼 測驗的部分 不見得一定是跟課場有關的 但是呢 你透過這個方式呢 就可以找到 增加很多就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像還有 這邊有整理一些 免費的一些軟體 免費軟體 那平常其實我都整理好了 都整理好了 所以其實我今天要分享哪些資料 就很方便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這邊跟老師提到的 其實剛開始的話 如果說剛開始使用OneNote 我還蠻建議各位 先訂閱別人 比如說我現在還沒有對不對 沒有關係 你也可以訂閱別人的 那怎麼樣訂閱別人的 我們來這裡看一下 如果您覺得 好 比如說像我在這邊 好 這裡有一個 翻轉高中地理的 如果您覺得 這個老師整理的資料還不錯 你就把它訂閱一下 那麼 有訂閱跟沒訂閱差在哪裡 你如果沒有訂閱的時候 你就直接看 對不對 教材還是可以看 因為它有公開了 有公開了 可是就是沒有所謂的什麼 學習紀錄 所以如果您有訂閱呢 您可以 有所謂的學習紀錄 哪個教材 看了哪 多久 那您可以在裡面甚至怎麼樣 做筆記 做筆記 你看進來了 除了有文字型的筆記 這個筆記當然是您自己專屬的 您自己專屬的 你在這邊 比如說 好 你就按確定 那你可以留下來 當然你可以繼續做編輯 這是屬於文字型的 那另外呢 在測試板裡面 它也把這個功能 釋放出來的 叫做塗壓筆記 塗壓筆記的話呢 它必須要搭配這個 所謂的擴充工具 擴充工具 那麼如果說 原則上我們 瀏覽器 現在應該大家用 這個品牌的機會比較少了吧 現在應該用圍覽機會比較少 那所以 它有 其他其家的 就是其他瀏覽器 那Suppery呢 是Mac上的 所以老師 如果您可能是用Mac的 也可以 那麼您把它裝起來之後呢 您可以直接點一下把它裝起來 待會呢 我們會建議各位您把它裝起來 因為呢 您透過這個方式 您會發現 整理教材 也變得容易了 因為它除了說有 哇 糟糕 因為我現在在無痕模式 我從這邊來裝 從這邊進來 那麼老師要找到這個位置在哪邊呢 您可以找一下 只要在每個頁面 不管你在哪個頁面 最下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 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連結 所以您從這邊也可以找到 反正每個頁面下面都有 不一定要從剛剛那邊 您進到這邊把它加進來 加入之後呢 在右上角 我們就新增 你會發現它 待會兒檢查完 OK的 好 你有沒有發現 右上角就多了一個這個 多了一個這個 那這個的話呢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剛剛講的那個 筆記的功能 比如說你看在這邊 我就塗壓筆記 來 重新整理一下 好 開始測驗 塗壓筆記 它就可以把你的畫面 直接拍下 然後呢 老師有需要 直接在上面 指定 有沒有 你就可以畫圖 那當然這裡 也可以輸入文字 好 那如果您沒問題 您可以播放一下 所以其實等一下 我們會有那個測驗題 測驗題就像這樣 那您看一下 如果沒問題就提交 那麼這個就變成您的一個 探教材之後的一個筆記的整理方法 在右手邊 我從上面這邊給您看一下 這裡筆記 因為以前的話 現在這個正式版上面這個功能 是屬於付費的 是屬於付費的 它外面也有付費的這個方案 但是呢 其實說真的 老師用到機會很少 除非像我一樣 中度使用什麼 就是您覺得說 您要比較多那個 課程的 或者是那個群組的 才比較有機會用到 不然的話 大部分其實不太需要 有出來了 有沒有 這邊有像這樣子 所以您就會比較方便一點 比較方便 這樣您在學習的時候 就相對容易 所以您可以先看一下 透過這個訂閱的方式 透過這個訂閱的方式 先找找別人的 找找別人的 那您有訂閱過之後呢 您有訂閱過之後 您在課程這邊 您看 您進到課程 反正課程跟群組上面 這兩個就是自己的 包括你自己建立的 或者訂閱的 有沒有發現 訂閱的進來了 對不對 那您就可以從這邊 去看到自己的學習歷程 當然這個部分 如果您想要引用 比如說這位高中老師的 這個地理的內容 也可以引用到 您自己的群人裡面去 也可以引用進去 所以 使用上應該會相對容易一些 相對容易一些 這個是 在第一個部分 老師您可以透過 所謂的訂閱的方式 來做學習 那第二個呢 等你覺得 我看別人的 這樣子 心裡癢癢的 我想要來試看看 整理一下 那這個時候 您就可以透過所謂的 創建的 所謂的知識 或者我們講的課程 課程跟群組 來增加比較多的互動 那麼您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個one note裡面 我給老師稍微看一下 不同的其他班級的 我現在這個學習在進行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 這個班 好 那像這個班的話呢 平常其實我的訊息 我會像這樣公布在上面 公布一些 跟我們課程比較相關的 那如果說 有那個 比如說像我們的那個什麼 哪一節課要上什麼內容 我都會像這樣子 給他看一下我們這次要做的範例 然後呢 因為我三課都有錄影 我還會順便給他看一下我以前的 有的是原文的 那有的是我以前錄影的 在這邊 好你看這裡 有沒有上課的 然後呢 除了原文以外 下面這裡 這個是我上課完之後 我都會告訴他 我們的上課錄影片在哪邊 會在哪邊 那如果呢 一部分我會 給他們看一下 平常上課前我會先這樣子 好 在這裡 像這樣子 比如說第四堂 要上什麼課 那去年的影片在哪裡 他們都可以先看 因為等我上課的時候才看 好 那我所有教材 其實現在都會數位化 因為教電腦本來就應該數位化 這是很正常的 我們相對比較有優勢 那 他就可以直接上去看 也可以知道說今天要做什麼樣的一個什麼 這樣的範例 就很清楚 那我怎麼知道同學有沒有看 我們進到任務裡面 所以我比較喜歡用群組的原因 就是單級經營互動會比較多 好你看 比如說 我們剛剛地球到外公 我就可以看這邊的統計 看一下每個同學 看教材的情形有沒有 哪一個教材有沒有看 那不同的顏色代表不一樣的 什麼 閱讀的情形 有的這個代表他有看完了 那這個呢 是他很有看 但是不見得有看完 但是其實都沒有關係 比如說我先看這個 我也可以知道每個同學 看著大概的時間 那哪些同學怎麼樣 沒有看喔 這個時候也許我就 稍微問一下 不完的話就怎樣 也可以用一個功能 這裡 隨機抽的 偶爾要抽一下 然後這樣上課就不會無聊 同學精神馬上就來了 當然你可以自己決定要抽幾個 那看同學的表現如何 這個同學表現不錯 那我就打個勾 所以上課也可以幾點 增加一些樂趣 增加一些樂趣 就是說讓同學覺得說 他的參與感會比較重 就是多一點 不會覺得說好像 只能這樣 那其實老師如果在一般教室裡面 可不可以這樣用 也可以啊 也可以的 其實 可以叫同學 可以叫同學 上來回答 或者到前面 都一樣是可以用的 所以您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就可以比較清楚 當然您如果有需要的 也可以在這邊打成績 打成績 不過我想成績部分 你學校就看老師平常使用的習慣 您可以自己參考看看 所以我們剛剛在這邊就是說 如果您覺得 已經有一股衝動 想要試看看了 那真的 就是要來嘗試一下 嘗試一下 不管你是見課程也好 還是做所謂的群組 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 那彼此這樣就可以 就是回饋就會比較多一點 回饋會比較多 好 那所以基本的 大概簡報我想 我先簡介到這邊 就好了 可能乃琛老師之前 應該有稍微介紹比較多的 我們就稍微點到為止 點到為止